今晚的節目時間 早上大家正在看紅安概念股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好 大媽是否不喜愛這一類股份 事實並不是不喜愛 今數都一度衝高 我們報的時候都報得很high 現在很多都已經高位回落 就以2009為2009這些 金魚股份今早曾經一度衝過去 5.25元 現在4.78元 真是已經縮了一大部分 同時間見到資金流方面 亦都有一個明顯的縮減 甚至乎今早講過3382 天津黨發展今早曾經最高的時候 都一度去過1.68元 1.68元 現在都已經1.55元 同時間已經錄得資金 淨流出760萬 這個真是值得留意 是呀 沒錯 但我看回北水南向的情況 現在暫時有14億左右 是 但看來14億就不是留去這些地方 不是留去這些又留去哪裏 真是不知道 所以就叫做每樣就少少少少少 那裏 是啊 不過有一件事就是正確的 今早跟大家講過 事實上 即是禮拜一 上個交易日的時候已經跟大家講過 那我留意呢 洪安概念呢 的而且確是炒得 真的如火如荼 非常之興奮奮 但是呢 藍醜沒有焦點 那都講到明了 炒股不炒市 今早呢 即是我們官方出的那個 叫做投資的策略呢 其實都是炒股不炒市 就是聚焦洪安而已 但是呢 那市呢 現在呢 高開都一樣要倒跌 那今早期高開還在說 守住條十天線那些位置 都還有抓了六十點 現在呢 抱歉了 二四二八三是十天線 現在呢 已經失了七十點左右 那持續地陰的 過去幾天都是這樣的 炒股而已 但是真的沒有炒市 所以呢 投資者呢 我建議 都繼續是叫做 看回淡一點點的事 有機會 我就說有機會落二萬四 那這個基本上 一個叫做 最低消費來的車 嗯 那今天行指呢 最低曾經見過24166 是啊 現在相比總測四十點 那麼多 沒錯 就是叫做跌了過八點 是啊 但是成交方面呢 現在就叫做 好過星期一 現在就有五百五十億 那很多 究竟是什麼因素呢 那麼 我真的不知道了 那麼 活躍的股份上面呢 的確就有些 就是平時少見的一些股份呢 都活躍成交的 比如呢 比如電能呢 今天都吸了十二億成交 那麼就 中行今天十四億 騰訊 真是預了它高 因為Tesla 只是拿股票都賺錢了 那麼就應付了這些 一向上榜 金譽都不意外啦 那但是 整體來看呢 我就覺得呢 頭二十大成交額呢 好壞 撐半喔 甚至乎呢 可以這麼說 跌的隨時多一隻半隻喔 嗯 就見到那些銀行股 剛才你所說話呢 就是中行啊 建行這些全部都是要跌了 沒錯 那些公行啊 你見到那隻阿吳Sir 現在看回我榜上面 上榜的內銀股 都是向下的 真是連內銀股都差不多 是啊 真心建議啦 上個禮拜中已經和大家說 不要駁中行 跟著中行出賣 就更加什麼都不用駁了 因為 都是那句啦 四大行 包括中小行 全部都是的 要衰那兩樣 它衰齊了 壞帳多了 正利差 窄了 那說真的 內銀就是看這兩個因素 第三先是看大數 就是所謂的EBITDA 或者順利 那順利 哎呀 中行還可以按年跌的 其他都已經是按年升得少了 那所以就 內銀有分拖低個市的 所以個市都應該是弱的為主 那如果看回有些什麼 還可以撐得住個市呢 就是我們平時沒有什麼看到的 行籠地產101 沒錯 就看到今天就在沒有消息的情況之下 升到3% 會做20.45% 今天其實那些 本地的房地產都ok 無緣無故 整隻行籠出來的形態 上面就ok的 現在鐵群day high 20.6%正正就是day high 那一枝棍衝上來 差不多吃了過去兩天的一枝羊竹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見到 哇 那成交呢 就立了 現在半天了 差不多就有10分鐘半天了 先得上天的起碼呢 我想現在三成 四成都沒有 三成多了 那這個 是不是你好呢 那當然 十天線都站穩了 所有線都站穩了 你當它ok了 看今天收不收到二十個半 但是我就覺得 似乎都是叫做 上升欠缺大成交的情況之下 就暫時旺著先就算了 那旺旺你又怎樣看呢 旺旺今早就一直 一開始就一直都站在籃籌榜頂 沒錯 現在就叫做都升到百分之二 做五個半 沒錯 旺旺就升百分之二成交 暫時有上個交易日的 就是約莫八成左緊 資金方面呢 暫時來看呢 都是流出的 現在流出六百萬 消息面上似乎 也都沒有好消息 在三月中的時候 即是大行出過跑贏大使 但是跑贏大使 你見它的股價幾何 有跑贏過大使呢 現在來看呢 這一浪呢 就由大概五元左緊 上到五個半 約莫升了一成的了 但是呢 很快又會碰左力的了 左力就在上個月的高位的位置 三五個六左右 我覺得呢 水位未必夠 這隻呢 頗為冷門少少的股份 雖然創一個月新高 但是呢 成交呢 儘管看多兩眼先 順便看第三位的 就是電能 電能呢 原來呢 今早有一種大手成交 涉及到九億的資金 是的 如果減了這九億的話 其實都不算很多 就是今天 那就是只有三億左右 沒錯 那大手一個 就是成交九億呢 究竟會不會有些什麼 特別的消息在這裏呢 暫時來看呢 那就是 美人美南出了一個報告的 評估它之前 收購那個Duet 有足夠的資金去做 不過呢 如果就著今早的一個 大型的一個成交 今早的座價就是66.5元 似乎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消息 那上網各樣情況都找不到 那儘管又再觀望先 本身股份來到現在這些位置 67.75元呢 其實就之前就打光橫行底了 那我會覺得呢 如果你今天追入又好 或者之前一直都沒有貨的朋友呢 那麼 看著那個67元做人 只要67元這些超重倉的一些橫行區 不失的話呢 你就拿著看看它什麼時候有得升 但是一失呢 我建議立刻走 嗯 那跟著要講到中石化了 中石化今天都有得升 就是連上油價 油價我們都可以講一講 是啊 隔晚又出了API的數字 其實都是叫做做得好 所以隔晚油價都是有得升 去到大概51元這些水平 沒錯 API方面呢 就是之前說到 就是每個星期三 都有這個數字公佈 今次說到說 美國原油庫存 就可以減少180萬桶 是 預期就是減少53萬 所以都叫做一個好消息之下 都叫做油價 看來看呢 油價是否真的可以做好少少呢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的 那麼現在給大家看的 就是紐約旗油的價格 那不單止站上51元 當然啦 阻力會在那條大概是藍色線 50千線51.6毫 3的位置 不過我們見呢 這兩天的成交呢 雖然不算很多 但是都有增加的跡象顯示呢 就同時間MACD繞上來呢 那我預期之前那兩個底位呢 就叫做做了一個箱底的了 那目前呢 正正挑戰呢 50天線 51.63的位置 那我今天整體來看呢 譬如8.3中海油 暫時來說還可以升到7格 做9.37 386 中石化 都是升7格 6.39 唯獨呢 8.57 私人讀潮水 跌3格 5.65 再次失去10天 20天線 沒錯 暫時來說都真的偏向立一點 那麼 投資者呢 我覺得 三桶油都好 暫時焦點不在的 就是叫做 油價叫做 站穩當少少的 但是呢 大家就暫時未需要 立即走去追入 嗯 那之前呢 一直我們就看了 8.57 那時候是6.5 那是否現在繼續等 但反而見油價升 它又不會怎麼升 是啊 那你留意一下 我暫時來看 我理身我也有課 留意一下 就以一個叫做 3月15號的時候 最低 不要說最低 足身底 那就是5.66 收的 如果失守5.66 其實現在正在5.67 失守5.66 你就預叫做 再慢多 Sorry 那不是陰竹來的 那是陽竹來的 那應該看回 同一天 就是3月15號的開市位 5.65 其實都是差一格 如果再次陰竹 督穿5.65 就有機會再減弱 到時就小心一點 嗯 講完油價 我想和大家看一下 一些燃氣股 今天呢 384 中國燃氣 升得很厲害 升到5% 原來呢 又是關紅鋼 沒錯 我都聽到 市場上面呢 都有消息說 就是 這隻呢 又是炒的 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呢 上個交易日 又不得見它動 又沒有成交 今天呢 炒了上來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今天成交就是 確實的 就是不能夠說 上個星期不炒 今天炒 應該都是留意 又不是 不過呢 留意啊 就在這一刻中 就是剛剛收市前 這15分鐘左右 是 資金都是開始 流出的 會不會呢 今早又已經炒完了呢 那個位置都是明顯收窄的 所以呢 我覺得呢 也似乎呢 今天都是 都是立一些 所有這些股份呢 我想大家 今天追呢 除非你現在這些位置 已經縮了的時候 追呢 就儘管叫做 又儘管望下 有沒有可能叫做 下個交易日 或者下週呢 擴大回升幅 否則呢 今早高追呢 真的 我今早一路做節目 都一路不建議了 嗯 那剛才我們講開這個 鴻安的概念 那鴻安概念 其實2009呢 今天就叫做 給大摩唱淡它 是 為什麼要唱淡它呢 明明一直炒得好 哈哈 原來呢 大家就想著 其實金魚呢 會不會就是水泥方面呢 可以叫做大洞呢 但是呢 原來大摩就提醒我們 他們說 喂 你們忘記了 他的地產業務 是做得比較差的 是 就算水泥 買得多好都好 都可能會被他的地產 拖回低 哈哈 那大家儘管 看一看 在一個叫做大家都 博傻 親傻 博大帽 扮懵的時候 他一個這麼清醒的人 走出來的時候 通常都說他是瘋癲的 事實上呢 今天呢 蟹 很老實 都不是因為你唱得對 所以這東西暫時就升幅收窄了 很多都升幅收窄了 那我只會覺得呢 目前你看看今天成交半日 又是已經得到了 沉入了全日的成交在那裡了 那都 到目前為止 資金還沒有至於流出的 還有一億九千九百萬 好像唯一一隻還沒有流出 沒錯 那大家又不需要太過擔心 我覺得 尤其是在低位 譬如 三頭那些位置 一直持續上來的 我理解他 那個叫做報告 照渣可也 太過清醒 都只是浪費機會 不過 都是那句 今天高位追 又是鬧窄 如果你真的很想追 現在這些位置 畢竟都縮了 直播率高一點點 但是我都會建議看靜一點 現在就做4.76 叫做仍然都升到9% 但我覺得就留意到 其實在這個4.7至4.8 都磨了一個頗長的時間 就是今早來說 大家留意 甚至是叫做吃完午飯 回來再看看 其實它是升完 還是可以再升多一次 我們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廣告回來再和大家看看 五交視頻 回來節目時間 五間有時就見到 即是成交都可以去到5、6、9億 多 上個交易日其實就 5到1元而已 全日 全日 是啊 即是5到1元才6頭 即是300多 是啊 是啊 所以現在其實 今天算是成交 都算多 不過很老實 市就跌得很厲害 只能這樣講 個別的那些 即是鴻安概念 就叫做多成交 但整體的市況差 今早我就在講 會不會聯通 叫做停牌 不是停牌 停牌 停牌 有待中步 都可以 即是可以 看看會不會 有些甚麼變動 因為說到聯通 就叫做 可能有一個 運改概念 沒錯 反而 移中移動 今天就沒有想像中 那麽 我以為它會 自從 不能派息之後 會繼續向下 但現在都見到 它有得升 升了 一毫半指 就叫做 86.1 是啊 不過你看它 今早曾經最高的時候 都去到86.8毫半 現在升幅已經收窄 而且受窄於10天 50天和20天線 都不算很強 嗯 如果說強的話 剛才發掘了一隻 1970 沒錯 都有網友問的 留意1970 IMAX China 今天現在 逆市升 3.7% 同時間 就突破了40元 那些重要關口 事實上你見到 過去這一個半個月 半年 半年 看到 有個明顯的雙底 雙底之下 有個頸線 頸線大概 就在37.5 37.8 那些位置 現在 就 走了上來 同時突破了 11月的高位 那 我自己的看法 亦都這樣說 查回它 看到那些線 之前 你看到10天 20天 又不斷交前 50天 現在開始清晰了 10、20、50 所以我覺得 勢頭是好 有機會 這一浪 挑戰回到43元 那些位置 如果喜歡的話 都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唯獨成交 不算誇張 所以我覺得 普普通通 又不是一定入 不過有貨可以看43元 嗯 另外 也有一隻就是 比亞迪 都是升 不是跟著 大圍升 都是自己升 現在就 半日市 就升了 2.7% 就叫做 44.8毫半 沒錯 這隻 一直都是奇巴 人家跌的時候 它就升 現在大市跌 其他車股都跌 它都可以升 不過 升幅暫時收窄了一些 剛才最高去到45.6 現在44.8毫半 你看到成交半日 已經等於上個交易日的全日了 同時就股價已經一下子 真是一下子 純粹今天就一下 之前都失了五條線 現在一下子 攀翻10天 20天 50天 和100天線 四條線 各樣的跡象良好 MACD 開始繞上來的時候 這一浪 我看應該有機會上回 我的買入價 李新有火 46.4的位置 因為看到 那個報道說 比亞迪在匈牙利北部城市的電動大巴工廠 終於正式投產 就是為公司在歐洲投資興建的手助電動車工廠 那這些其實就不是未曾試過 就是傳很多電動車大巴那些 一餐廠幾時炒 現在呢 就是我意思是股份幾時炒 不是車幾時炒 看到今天終於站穩了幾條線 成交夠 配合消息 事實上3月30日的時候 主席王團福都講了很多的說話 經常覺得 市場上面 太過著重於 在那些補貼的 減少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利淡因素 但其實公司呢 無論在電能車方面 以至到一些叫做 巴方面 其實都算是做得好的 增長也都叫做亮麗的 雖則就說第一季暫時 現在就做得不好 不過他覺得前景可以 那麼 很多一些說法 大家看看參考哪一個 暫時來看法呢 我都會覺得 就是這隻呢 底就見了一餐再幾時升 不過今天就幾像樣 成交配合之下 衝穿幾條線 儘管看看 是否這一浪走上去 那繼續和大家看看 今早關注的股份 大摩又叫做批評人家 就叫做港南富治康2038 今早說的時候 都是跌的 但現在的跌幅 就更加顯著迫大 就跌到1乘2 跌到2.73 成交三倍了 星期一全日的成交 今早就和大家說過 千萬別搞它 因為始終連裂口頂都已經穿破了 一定是整個裂口去補 所以留下下望2.68 未到2.68之前千萬別碰到2.65 千萬別碰到2.65 千萬別碰到2.65 說真的又是那句 跌完又怎樣 有得升嗎 我們都要找到原因 暫時我會覺得審慎一些 大摩就沒有你看得那麼淡 他就看到3元而已 現在就繼續穿了3元 他就說 富治康因為代理這個 諾基亞和其他的品牌 令到按連收入 其實都預計可以上半年 可以繼續升 諾基亞這些那麼值得憧憬的東西 還有一些內地手機的代工生產 例如華為、OPPO、Vivo 這些我想應該是衝勁後半拍這些多些 我真的不懂得說 只能夠說真的 是有很多的衝勁 不過現在的情況一出來 其實就是衝勁 你只是衝勁他賺錢而已 他現在確實實地告訴你 他現在見紅了 蝕了錢 從前年業績的時候 還在賺1.1 就是還在賺1億多 現在就變回到虧1億多 就是講美金 所以我就覺得小心點 衝勁還衝勁 是不是真的這麼快可以撩呢 我真心看 下去2.6毫半 是我最低的一個要求 下去還要有消息才能達到 我們都在看 雄安還有什麼相關的 叫做跌得少 還念念不忘這個概念 我發現就是6166 雲泰 搞什麼呢 這個就是做地產的 現在就在說 雄安附近就叫做不給人買 有限救 但是這個就是叫做 雲泰就在相關地方 可能就在廊坊附近 就有一些土地儲備 相信就叫做 遲早可以發展一下 大家就衝敬它的土地儲備 而中金公司也是做出了報告 他說內房方面 就可以關注這隻雲泰 和碧桂園 這件事是這麼說的 碧桂園轉頭說 這隻雲泰平時就真的沒有人理 你看到這兩天成家才爆上去 為什麼天天都是衝高低走 就是天天都是這樣 這兩天都好 你看到天天都很長上映 看到的而且它有一點點不開 不過它聲在去 它今天都可以跳空高開 暫時都未至於陰燭 暫時都可以高走 不過我就真的建議大家 這隻環好 只可以說它還是叫做 就是未需要跌 甚至乎跌幅 就是升幅 有很多都已經收窄得很厲害 譬如 剛才我講的天津港發展3382 我有課 升幅剩下1.3 你其實都還可以保留8個百分點的升幅 變成差之中 叫做帶點好 說不定都還可以站得穩當一點 你看如果今天不想開陰燭的話 都算是一個叫做好的升幅 來的 但長遠來看 你覺得泰衛者值得 為了這個 阿美特地 就叫做買一隻 平時根本都沒有很多人炒 通常我覺得 這些股份一定是這樣 說真的 如果你大概 當然 地術分析和基本因素 各有二的 各有長短的 基本因素 如果你覺得已經反映了 說是有一塊地在 然後現在炒一個新區的概念 很老實 市場應該一早 我想一天半天 就應該完全反映了 難道真是那些人這麼有節制 分開四天來炒 即是 如果明知要炒一倍的 分開每天每天這樣炒 我真是誰理你 一天就升足給你 所以呢 如果一天兩天 都仍在高位這樣收窄的時候 我始終會覺得 真是兩天三天 可能都已經炒完 當然啦 我都是維持了一句 其實你就不需要股頂的 無緣無故 現在畢竟都揚足大成交 但是呢 情況就是 到成交一縮 你不需要再理究竟 洪安概念是多麼宏偉的 通常呢 拿來當短炒故事而已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然後呢 就開始 適度分開註 來做一些減刺的動作 嗯 剛剛就講到華總金呢 其實就看好壁桂圓 是啊 但壁桂圓呢 今天是要跌的 壁桂圓 但是是一向我們的愛股 這樣說 今天雖然跌 都是跌三格而已 六個九毫半 去回四十天線的位置 但是我又不覺得它很弱的 說真的 如果落到二十天線 六個七毫七 可能我都弄回 然後 頂多 就預算它 真是好 被它插盡 落到二月份的低位 那些大約六個一毫半 左右 我覺得 六個七毫 你當六個七毫七 二十天線 然後那些低位六個一毫半 兩柱什麼都夠了 嗯 甚至另外一隻 雅居落 三三八三 今天都是要跟著 微微的偏軟 都是跌三格 說真的 今天一來的市場 由升轉跌 二來就是 今天其實不是熱炒內房的 不中焦點 今天純粹就炒那些 雄安身驅胎念股 別人那些這麼熱炒的 都搞成這樣 到頭中了 那這些 三兩格 其實就可以 可以不利 有貨照渣 我不覺得太過恐慌 嗯 那應不應該入呢 因為我見到 就叫說 這個 阿居樂 之前有個新聞 都是說到 他就幫這個 提供貸款 天津項目的貸款 提供擔保 是 股份其實你見到 他都站得很穩 6.66 3條6的位置 就都已經是 硬撐得很緊要 如果那個位置 也是二十天線 未入的話 那說真的 你想想 之前七個多都見過 入住一住先 跟著又到二月份的低位 這些位置 六個二毫半 那就又分兩住了 其實剛才2007 和現在3383 我覺得兩隻都好東西來的 其實你就不用說買錯了 最多買貴了 就分開兩住買 每一住 all in 就進去 嗯 那這兩隻 就可以叫做 留意一下 那你的兩隻呢 你的兩隻 現在這個時候 應不應該有 884 是啊 如果是我的就好 我的兩隻 884 浩輝跌1.7% 跌5格 2.91 留意他現在 撞撞最近這些橫行位 今天陰燭有少少想穿上穿的情況 如果是這隻呢 我會建議 暫時就先撤一撤 這隻不用急著 因為似乎今天真的想穿 那 留意一下 會不會在那些 譬如 2.8的位置 才做到第一住 2.8 至於我另外一隻 那就是 叫做 1030 太久沒有說了 差點都說不出 那 新城 那 現在就 今天有的逆市性 2.2% 留意一下 那 就 早前的時候 2月份就有一支 陰燭頂位 大概呢 你看到圖表上面 這個位置 那當時候 重倉呢 我會建議 就 在那些位置 其實現價差不多了 那 我預計2.1.5有一個支持 跟著 當然啦 齊頭2元都會有支持 那 那這一隻呢 我覺得 相對偏強的 2.1.5和2元 也是分兩珠 今天不用爭注入的 一來已經失去 10天 20天線 強都不強得多久 以來 我預計市場還要立多一點 那 那大家如果真是叫中情內房股呢 那就可以 再看看市場 會不會已經好一點的時候 就看看內房又不能升了 是的 那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3.59 節目時間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